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妮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我減脂的進度跟心得 這支影片會來的那麼突然 跟可能沒有什麼片段可以給大家看的原因 是因為我其實很害怕會失敗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自己嘗試 先不要做紀錄什麼 一面我做了紀錄 然後最後沒有維持 或是沒有什麼成果 也沒有辦法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就這樣執行了大概兩個禮拜 結果沒想到效果超級好 但我在這兩個禮拜裡面 我只堅持做了一件事情 就達到現在的效果 那我先來講成效好了 我這一次兩週的效果是 我在體重上面掉了大概 1.5-1.7公斤左右 然後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 看到我的人或是看到我自拍照的人都 就是越來越多人直接私訊我 說你最近是不是變瘦 我其實一開始也沒有這麼覺得 但是我後來是真的照鏡子 才發現到說 我的下巴好像真的就是沒有那麼猖狂 我的雙下巴 大家看我前幾次影片或是 我當然會有選一些片段 但也有幾次影片就是 我的雙下巴是超級明顯的 我真的都覺得沒關係 我還是愛我現在的樣子 但是最近真的很明顯的感覺到 我的下巴就是比較緊實了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最開心的成果 所以終於來可以 跟大家分享我做了什麼 其實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盡我所能的不攝取糖分 然後我說的糖是米字的糖 不是油字的糖 就是我講的糖是sugar的糖 那很多人會跳出來說 沒有啊沒有 你借糖應該不是借sugar的那個糖 你應該是要借就是油字邊的糖 我也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你們知道對於我這個 想要減肥 但是可能意志不堅定 很常失敗的人來講 因為我完全不吃澱粉類 這件事情是太困難了 我後來總結出來 我這次會成功 我之前都失敗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之前我給自己的規則 太艱難艱困 就是到我沒有辦法達成 那這一次會成功 就是因為我只給自己一個 非常簡單的原則 就是我不要吃油糖的東西 那我後來就發現 我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眾的 第一個就是蛋糕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個 專門寫甜點的部落客 所以吃蛋糕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再來就是喝油糖的飲料 我覺得油糖飲料真的是 減肥的大敵 它就是存在在 每個人生活中所有的角落 我前兩天執行都還蠻辛苦的 我後來才發現 我是一個壓力大 就會想要吃甜的人 我知道每個人 應對壓力或是 解決壓力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對我來講就是 吃甜的東西 會讓我的壓力 立刻獲得緩解 所以對我來講 那天壓力很大或是心情很不好 我會更加更加想要吃甜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講困難的人就在這裡 但是我發現當我停止攝取糖混之後 有幾個顯而易見的好處 首先第一個好處就是 我的精神變得特別好 很早上起床的 就是不太容易會覺得 昏昏只能想睡覺 我每一天的起床的精神都變得比 平常還要好很多 然後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水腫的狀況舒緩了很多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很專業 所以我不太知道這背後的原理 但基本上 我還是有吃澱粉類 它不是說義大利麵或是 或是一般的飯 我雖然有不吃精緻澱粉 但我基本上還是有在攝取澱粉 對 所以 但我是覺得水腫的情況是要出蠻多的 第三個就是 下巴真的超明顯 我以前是隨便一擠就有雙下巴的人 然後現在是 大家現在看到我這個樣子 應該覺得 雙下巴沒有那麼明顯 就是變成一個正常人 那接下來就可以 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接下來的計畫 就是第一階段是借糖 就是sugar的糖 第二階段我希望可以開始減少 每天攝取澱粉類 這也就是有些人常說的 低碳飲食法 並且儘可能的做到 真心性斷食 我自己的執行方法是 我會盡量在每天 1點到9點的這一段時間 把我一整天所需要的熱量 攝取完畢 然後再慢慢加入運動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期間我有吃的 有明顯是油糖的東西 有第一個是牛奶 第二個是水果 這兩個 我後來發現減肥 有一個很重要的要素是 當你很想要吃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慾望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可以幫自己 找到一個他的替代品 他比如說當我很想要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我就會去喝牛奶 或是喝牛奶加無糖紅茶 那可能有些人會跟我說 牛奶也不是健康的東西啊 blah blah blah之類 但是anyway 牛奶加自己泡的紅茶 絕對會比市面上賣的 奶精的珍珠奶茶來的好吧 我後來做的方法就是 我幫我想吃的每一個東西 就找到一個替代品 當我想要吃蛋糕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哦 今天他還有什麼果品吃 我就會去吃 然後當我想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我就會跟自己說 好 那不然我就喝牛奶好了 就是你不能跟自己說 我都不要喝珍珠奶茶 我不要吃蛋糕 真的不能吃這樣會胖什麼 我覺得對我來講那是沒有效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cheat day的存在 cheat day是什麼呢 cheat day就是 你那天可以不管任何飲食規則的 吃你想要吃的東西 有些人會說 那那天不就是大腹胖嗎 但是我後來掌握了一個原則 就是那天不是可以讓你瘋狂亂吃的一天 而是你可以在那天把 你這一整個禮拜超級想吃的 那兩三樣的東西 就是有機會可以吃他們的時候 因為有了這個cheat day 你就有一個盼望跟一個指望 你就會知道說 好 那我現在的努力是為了我那一天 就是我只要撐到那一天 我就可以吃到這個 但是也不用在那一天 就是硬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完 就那天如果我沒有想喝珍奶 我也不會硬要覺得說 啊 因為今天是cheat day 所以我要去喝一個珍奶 不會 我會是在那天真的 超想吃的東西 我常常去吃 我會設定一個禮拜有一天 是這樣的日子 好啦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 嗯 減脂的成果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那體脂有降多少嗎 我的體脂降了大概1% 在這兩週的期間內 那接下來希望我可以在 兩週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第二階段的成果 如果你對於 借糖的飲食有任何問題 或是年有相關的經驗 也很歡迎在下面告訴我 最後再聲明一次 這支影片單純是我個人的 肉身實驗跟心得感想 我沒有任何醫療的專業背景 去support我的理論 但是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吃心的心得 那如果 你有疑慮或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去諮詢比較專業的醫生跟營養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祝大家都可以減肥成功 掰掰